马大分第十一章第十八节 看到这段经文主耶稣给我们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有小孩子的心 其实我们是能够掌握到和跟随到天国 因为很简单 就像这里说的 就是这群不愿意跟小孩子去吹笛、跳舞 或者举哀的这群人一样 他们不肯参与这个时间游戏 而主耶稣在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 就更加仔细地说到 关于施洗约翰、关于人子 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十八节清楚让我们理解到 原来施洗约翰在这里的时候 这群人应该去跟从谁呢? 当然是跟从施洗约翰 因为他们要预备人类历史当中 最伟大的救主将他降临在这个世上 并且开始他三年半的侍奉 当然当时就一定要跟从施洗约翰 但问题是 这群宗教家就找到一个借口 就说他是被鬼附的 几疯 神差利的仆人 他为了耍手段 去使用别人去不跟从施洗约翰 扎山安八座 施洗约翰被鬼附 当然我们亲眼见过 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宗教家 时间续一路移动 无论我们的成长也好 世代的变迁也好 好了 施洗约翰的事奉完结到主耶稣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但他又找到另一个借口 就说他贪吃好酒 你见不见 神庸的人接近完美 这群人反而不跟从神 自己又不是做到施洗约做到的事 更加他们不是做得到主耶稣所做的事 但他们已经安了自己的名分 就有资格批评这两个人 而导致不单止他自己不跟从他们 甚至连他们带领的人 更加不会跟从他们 你会看到这一个 就让我们理解了 原来在神的家当中 其实他有一个时间性 就像这个小孩玩时间游戏一样 他会跳舞 他会吹笛 他会举哀 一样 在神的时间表当中 是有施洗约翰 在主耶稣来之前 他就会成为抗野中的伊尼亚 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在马里基书所预言的施洗约翰 但是施洗约翰之后 预备和安排之后 其实当时代不断变迁神的时间表 不断变迁的时候 就轮到主耶稣基督来 其实鼎子梦我想给大家知道 在这段经文里面 不只是给当年的法利错人去学的一个教训 是给普世的基督球去看见一件事实 就是神去做事 是有他的时间表的 根本整个节旗就是在说这一件事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的话 我们自己会按住 人是喜欢按住自己的时间表去做事的 到底你遇过几次全唐人厨房的时候 那些人是说自己没有时间回教会 又或者 让我解决这些我才回教会 解决我的罪才回教会 我做完某些某些事才回教会 我退休才回教会 看到吗?人是喜欢用自己的 用自己的时间 用自己的速度和步伐去寻找这个信仰 那这些基督球或者这些不信的人 那跟当时法例赛人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是一些分别 对不对? 因为就好像在马大方地上 这一章所形容的小孩子所玩的游戏一样 是跟着这个小孩子的时间表 不是跟着我们自己乱来的时间表 就叫做我们玩赢的游戏 究竟谁去订这个游戏赢还是输呢? 其实权在神那里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都要跟着神所给的时间表 去行我们的信仰 没错 如果我们要跟着神的时间表 我们要调节自己生活的节目 我们会调节我们自己的梦想 调节甚至我们自己的学业 甚至我们自己的工作 甚至我们自己的恋爱的时间 甚至我们家庭 是什么时候去见 每一样都要调节 因为这个就是神所说的节期最主的原因 我们首先看历尾的第23章 我们看一个很重要 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要醒悟的一个真理 历尾的第23章第4节 要宣告 他说要到了什么? 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我想给你知道 这个弟兄姐妹 神在历代历世以来 他是按住到了日期 主耶稣基督也是按住时候满了 是同女华人去诞生来到这个世界 是不是? 原来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 是最低限度 你要追到神在那个时代的日期 我再说一次 那个时代的日期 好像主耶稣自己就亲口说 在你们现在活着的时代的日期 之前的日期 发生的事 施洗约翰 他们有没有跟? 他们不跟 施洗约翰之后到我了 就是人子时候的日期 你们又跟不跟? 你们又不跟? 事实上跟着 主耶稣在三年半叮 在十字架之后 教会开始 那些法律下人跟不跟? 都不跟 他们有他们的时间 他们有他们的借口 但是这群人会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答案当然是下地狱 这个不是主耶稣 需要什么说的 主耶稣一定会赞他们 如果他们不下地狱 甚至做得对 主耶稣就骂这些人是不行 就是离弃神 他找了自己的借口 按着自己的时间 给他过他们人生 但是弟兄姊妹 这个让我们知道 一个教训 就算连主耶稣基督时代 都强调的教训 到今天 是被人吐骂和吐气的 你知道吗? 我想你知道 七个节期 就是神所定的日期 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刚刚应验 第一个 就是如月节的日期 但是主耶稣离去之后 就应验了五秦节的日期 五秦节就是说 所有基督徒 都应该说谎言 所有基督徒 都应该圣灵充满的 但是 我相信大家 心知肚明 究竟现在普世 或者香港有多少间教会 是说谎言 有多少间教会 是接受圣灵充满的 这些教会去接受 简直 甚至是主耶稣 基督针十字架之前 那种信仰 但是我们现在 不是那个时间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一个时间游戏 就是说 我们在神所宣告 所命定的日期当中 去守齐七个节期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 当中 我们已经是吹角节的时间 我们要跟上 神的时候日期 去完成 我们自己信仰上面 那种磨练 我们才有一个叫做 基督徒的资格 你会看到 现在很多时候 基督教今天 将基督徒的资格 是占卖的 OK? 神祢赐给我们 但是很多人 为了把这个信仰 变成一个得利的门径 他将整个信仰都占卖的 但是神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 神会这个时代当中 都要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朵 就像这段马帝风 第十一章 第十五节 一开始说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是告诉我们 我们会这个时代当中 要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去听神的时代信息 听神的时代步骤 听神的时代日期 为什么? 因为原来到了日期的时候 神的子民 会宣告这些信仰出现 这就是为何神其中的节 就是吹角节 因为我们有意可听 我们就可以听到 就像我们所分享的 现在我们就是 吹角节的时代 但是神有没有证明 我们是走在神的时代教育当中? 有 你会看到我们神安排 我们开始教会 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有多少印证 一个节一个 是神掌管我们 是连一天都无差 我们是否在这个时间 游戏当中 我们跟着神的时代步伐 顶姐妹 你不要轻看这件事 因为只有跟着神的时代步伐 才应验了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这里所说的 这个游戏的基本之格 这个好像我们读了 几天 就是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甚至有意可听的 应当停 我会用神魔 给这世代 好象鞋同坐在街上 招呼同伴说 原来神会订出一些领袖 神的先知 神的使徒 会来到这个时代当中 去招呼 去说给其他人 现在这个时候 是跳舞 现在这个时候 是吹笛 现在这个时候 是举哀 他们会说出神的时代当中 要做的这些事件 然后我们一起跟从这个步伐去做 这个就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 对人类信仰上的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这就是用鞋同去说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弟兄姐妹 我们这几年 我们是否跟着神的时代步伐 我们是否在说神的时代信息 我们是否有神去证明 我们根本是一天都没有差的情况下 是跟着神跑到今时今日 无论神所给我们的磨练 会一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你发觉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 神对我们的要求 而同样这个原来 我们来看看旧约的这些节旗 原来旧约的节旗就是说这些东西 马大方第十一章第十八节 尤可来了 也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 人只来了 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吃耗酒的人 是虽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在每天 在每天 旦可靠近你 上兴风 全已成真理 尽我心 便衬尽情 从不忽忌 心至怕 迟到 欠首尊邻 神不懂 如神光有美 如死俩 于我心 心向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